日本公开赛首轮 9-14的关键时刻 被对手连锥5分打成平局 关键时刻又出现连续失误 被对手连胜两局淘汰出局 在比赛结束后网上的球迷瞬间炸锅 世界排名第二竟然给排名第26的选手交学费 太丢人 时与其输给泰国二单 林丹却战胜了小16岁的泰国一单 谁是一哥 时与其刷抖音 对网友 原来只是内战王 等等各种评论铺天盖地 22岁的时与其在2018赛季的表现确实惊艳很多球迷 他在赛场上连续战胜林丹以及陈龙 还拿到了全英赛的南丹冠军 世锦赛的亚军 做好了接放国与南丹的准备 却在关键时刻常常掉链子 在亚运会上书给乔纳坦遭遇夜轮游 在印尼公开赛先胜一局 又被安赛龙逆转 在马来西亚公开赛上先胜一局 被小苏吉亚托逆转 在德国赛决赛不敌中国香港五家朗措施冠军 这样的赛果让不少球迷给他灌以内战王 外战王的头衔 不过每一个小将都需要一个成长过程 球迷的指责多是来源于对时与其的关注和期望 不过这种期望通过发酵之后 在时与其看来或者是一种无理取闹 于是便有了时与其微博怒对球迷的一幕 这一次的怒对网友让时与其在球迷面前的形象大幅度跌落 翻开时与其的微博 可以看到几乎清一色的是抖音的短视频 而和日常训练相关的内容极少 不少球迷便开始 以此来怒斥 总是玩抖音 难怪老掉链子 其实时与其在背后的努力我们虽然无法看到 但肯定不轻松 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随随便便取得成功 只是他的这种与网友交流的方式 让他总是陷入被动 在林丹 陈龙状态都在逐步下滑的时候 时与其肯定要来接放南丹 但还未尚未就遭遇球迷嫌弃 他以后的多努力 才能换回球迷的心呢 好的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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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